好 今天追踪第一线 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掌握对岸的最新讯息 我们看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宣布 展开中国跟新加坡之间的跨境数位人民币试点 将允许两国的旅客使用数位人民币进行消费 那陆媒也说这是新加坡成为全球首个宣布这项措施的国家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敏珍来说明 新加坡副总理黄巡才近日访问中国大陆 召开双方最高层级的双边合作联委会 那么在会议上是达成了24项成果 除了互相实施免签30天以外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宣布开展两国间的跨境数位人民币试点 将会允许两国的旅客使用数位人民币进行消费 陆媒对此报导 新加坡成为全球第一个宣布这项措施的国家 那么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报导 疫情后大陆的经济表现引发外界对大陆增长前景的担忧 但黄巡才认为永远不要压住中国大陆衰弱 大陆将继续是一个能为心中双边合作 带来巨大机会的经济体 那么大陆还有新加坡展开跨境电子人民币试点 新加坡金管局表示是允许两国的旅客使用数位人民币 在新加坡还有大陆旅游消费 让旅客旅行购物更加便利 另外新加坡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交易所交易基金产品互联互通 新交所还和广州期货交易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就绿色巴展的相关产品还有业务加强交流 好另外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开始将到越南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中国大陆驻越大使雄波就说 中方愿意进一步的加强中越经贸的投资合作 那双方预计将签署的数十项的协议 那我们要持续交给敏珍来说明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六年 今天再次访问越南 大陆驻越大使雄波表示 中方愿意进一步加强中越经济的投资合作 两天的国事访问 双方预计将签署数十项的协议 那么雄波日前他受访时是提到了 大陆是愿意对更多越南的农产品 进一步敞开大门 并帮助升级连接两国的铁路系统 他也评论到贸易畅通 是中越经贸合作的一大亮点 未来两国的交通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会越来越高效 透过提升口岸通关的效率 确保贸易畅通 那么他也提到双方的软联通 也会进一步的加强 中方希望是中越经贸投资合作 可以加强推化产业产能的合作 推动双方数字经济 还有新能源基础设施 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那么大陆外交部的讯息也显示 习近平这次对越南国事访问 将会和越共总书记举行会谈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